创造101王局逆袭,最强大脑格嘉惠惨遭淘汰。 新的一期101播出后又有一部分小姐姐被淘汰掉了,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格嘉惠竟然也没有淘汰,连她都给淘汰了。 还记得她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来头也是十分的不小呢,在最强大脑中她也具有很出色的表现,也一直都是颜值与实力的担当。 仿佛只要一提到她就会想到美女学霸这个称号。 这样一个不仅具有相当俊俏的外貌,还有超强的大脑的人物,从一开始就是很受大家的关注的。 拥有超高智商的她,在音乐方面也具有极强的天赋,从一开始接触音乐就表现出很强的实力。 后来,评级个人的努力她更是考入了名牌的音乐学院,那就是和王力宏一个学校的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。 那是多人喜欢音乐的人心中梦寐以求的学校啊,她用她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。 后来她也为很多明星都写过歌,由我们大家熟知的张杰的明天过后,量神并做都是出自她的笔下的,都是那种很好听的旋律一下子就能被人所记住那种的。 可见格家会也是很有实力的,刚开始得知她也加入到了创造101的101个女孩中,真是觉得这个舞台的阵容真的好大啊。 可是令人十分失望的是,除了第一场格家会的镜头多一些,接下来似乎都没有见过她的身影。 也可能的节目的剪辑问题吧,有实力的太多把她显现的也没有那么的出众了,所以给小编的一种感觉就是,只见过她两次,第一次是出场,第二次是淘汰。 不过以她的实力,淘汰并不意味着结束,更是一种新的开始。 让我们期待她接下来的作品吧。 那比起格家会另一位比较幸运的女孩就是王菊了,她以踢馆的方式来到这个舞台,从刚开始的不被看好,到现在的无人不知。 想必没有比她更加成功的了吧?第一次有排名的她是第97名,直到现在的23名。 她的一路走来真是每个女孩都要经历的那种过程,一步一步脚踏似的的才能像王菊这样在前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现在你可以不知道王菊,但是你必须给王菊投票的菊外人真是大火的起来,希望她能不负粉丝对她的支持,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